靠一条孕妇老婆偷吃巧乐兹爆火全网 甜美家庭引网友羡慕 却因指导小慧君诬陷老板被群朝执行人的他们 用名誉权起诉立正清白 却被嘲讽白费力气 先因月子七生三胎再饮争议 今天宝宝就带大家聊一聊 老婆爱吃巧乐兹 快点 我这边等你 你在这边等我 快点 你在门口等我吧 不要 快点啦 我看不到你 快点 他们是全网500万粉丝的大博主 却因为一条老婆怀孕偷吃巧乐兹的视频爆火 孕妇能不能吃冰成最大问题 但又因为他们之间甜蜜的氛围 被无数网友感叹为全网最幸福家庭的他们 可以说是赚足了网友的眼泪 情人街的鲜花和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让无数网友看到了婚姻原来不只有那些柴米油盐 更是有无数的小细节组成的感动 在一众不婚族主义之中 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 在生活中 他们甜蜜相处的日常 更是让网友直呼 吃糖吃到腻啊 事实有回应 渐渐有落实的态度 美好的婚姻 更是让无数网友见识到 幸福的爱情真的会让人变胖 但就是这样一对甜蜜夫妻 却被全网称为下头夫妇 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失情的起源还得从他们曾经的同事 郁郁正小慧君说起 当时火爆全网的小慧君 向全网爆料自己 被自己老板刑侵 在全网还在质疑事件真实性的时候 只有巧乐兹夫妇够异器 直接站出来帮小慧君证实老板的罪名 最后导致公司老板被网爆 甚至因此公司倒闭了 但当事人巧乐兹夫妇不仅没有感到任何的愧疚 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表示 当时老板对他们有多好 他们忘恩负义的行为 就有多让人气愤 巧乐兹夫妇在老板最需要的时候 却选择了背后补刀 利用自己的人气引导粉丝网爆对方 但没想到 很快老板本人就出面辟谣 也让巧乐兹夫妇和小慧君瞬间被打假 这也让他们的名气一落千丈 甚至被全网称为下头夫妇 被吐槽无数的他们 事后为了立正自己的清白 选择用起诉来证明自己 甚至还拿出了法院的胜诉照片 但也很快有网友发现了华典 这张照片中展示的胜诉 并不是他们污蔑老板这件事 而是拿出自己的名誉权说事 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但没想到 巧乐兹夫妇近日 却再次因三胎引出了争议 在视频中明显可以看出 女生面色的憔悴 不管好网友猜测 是因为三胎的缘故 本应该是庆祝一个小生命的到来 但对不少网友来说 却是无法理解 已经有两个女儿的他们 可以说是非常幸福了 再生三胎对妻子的身体 难道不会损害吗 再加上他们的官宣日期 更是十分的巧妙 二女儿刚出生没多久 三胎就已经悄然降临 不少科普博主 更是以他们为例 讲解为什么要坐月子 这样连贯的生孩子 对媳妇的身体真的好吗 很多人怀疑 他们两个在坐月子期间 就已经怀上三胎 毕竟时间如此紧凑 更因为宝妈脸上的疲惫 坐实了网友的这一说法 但也有人认为 巧乐兹夫妇之所以要三胎 是因为想要一个儿子 毕竟都已经有两个女儿了 为什么还要一直生呢 在宝妈看来 虽说婚姻是他们连个人的事情 但生孩子对女生的身体 确实很大 也希望他们能够注意身体 大家觉得 生几个孩子好呢